用手触摸画作感受画作上的每一个线条 体会着作者的创作想法 作品不再仅仅是透过眼睛来观赏 更能借由听觉、触觉、甚至是嗅觉来了解 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主办的文会奖巡回站 特别设立多感官展示区 为身心障碍朋友提供不一样的观展体验 不同的一个账品 我们希望说他们来看的时候 都能够有比较适合他们的一个方式 来感受到这个一个作品 展现的一个内涵跟它的一个厚度 今年将迈入第21届的文会奖 每年都为身心障碍朋友们 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 透过创作也让社会大众们 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透过这样的展示 一方面让他们得到一些鼓舞 那也让社会大众知道 他们创作的一个精神 他们生命的一个故事 有一些孩子不是很懂说这个比赛的意义 但是他知道他得奖了 其实也许只是一个参加奖 或者是他得到了一个礼物 其实他们都可以开心上很久 其实我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一个肯定 第21届文会奖持续增见到8月底 开放身心障碍朋友们踊跃投稿 希望大众能走入他们不一样的艺术世界 人间卫视乘以轩武制衡 台北采访报道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